大家好,我們是香港都會大學李嘉誠專業晉升學院日本語言企文化研究中心 我是Carol,每個月我們香港都會大學都會聯同日本不同的縣 帶大家去遊走日本,看日本的獨特文化和了解當地的特色 從而通過網上就學習不同的一些新的日本有趣的地方 大家,大家好,這是香港的美激素大學李嘉先生診宣教學院的日本語言文化社會 我叫Kerolo。本格毎年人的日本牌我效。 本格毎年人口的階段和各種藉雕。 本格毎月日本凡格 各種藝術的術絡判好。 今天最有趣的! 我們就很開心請到江山縣跟我們介紹江山的 それでは早速始まりましょう 事不宜遲,我們就不如開始我們今天的網上旅行 跟過往一樣,我們的網上旅行會有三個不同的主要部份 首先我們會邀請我們不同的來賓 跟我們幫忙跟大家打招呼之後 就會介紹不同縣的特色 今天我們就會介紹江山 之後就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部份 那個就是我們的現場直播 今天我們很開心請到江山縣立大學的同學 幫我們做一個現場直播 更加我們最後也會有一個抽獎Q&A的環節 這個也是大部分的人士最有興趣 和看到可能了解到江山縣的特色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邀請在香港、日本首領事館的大學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坂井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高級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とても香港の方に親しまれていて非常に人気がある印象です 岡山県にはこのような美味しい果物のほかにも、歴史的な街並みが残る倉敷地方であったり 桃太郎の伝説であったりですとか、たくさんの魅力がある地域だと思います 本日の講座でこういった岡山県の魅力を香港の方々にたくさん知って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また日本総流時間といたしましても、今回の講座が日本と香港の更なる交流の促進につなが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剛才我們多謝介令氏、他簡単に和我們打了一聲招呼 他就說他都很期待江山裏面今天看到的、帶到很多很有趣的文化特色和魅力給大家看 另外希望透過今次的網上旅行 大家就在江山和香港有更多交流 不如事不宜遲 それでは続きましては、香港メトポロタン大学の副委員長シェイカエ様からの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以下来我們剛才有香港駐日領事館的代表和我們打作招呼 希望今次旅行成功之外 我們香港都會大學美加成專業進修學院的副委員長程家偉先生 他都會和我們打作招呼 不如我的時間就交給Levy Hi everyone I'd like to see you all here today To keep my speech short I would like to represent V-PACE to express our great thanks to Ms. Laisakai Counselate General of Japan in Hong Kong Mr.Kajisaka from Okiyama Prefecture Okiyama Prefecture University and Campus Communication So without your great support and coordination I think the events for today cannot be organized so smoothly Anyway, let's just go to Japan together now Go Wai Daigahou Okaama県観光課長のKajisakaと申します こちらはモモタラのふるさと、岡山です 皆さんは岡山にいらさ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岡山県には日本三名園の一つ 岡山交絡園、歴史ある街並みの 倉敷離間地区、雄大な昼前高原 西日本有数の選出を誇る今坂山島など 多彩な見所があります 加えて瀬戸内海の新鮮な魚介類、ご当地グルメや 果物王国岡山を代表する 白桃やマスカット、ピオーネなど 美味しい食べ物も盛りだくさんです 私の後ろにいるのは、このフルーツのキャラクター マスカット、ピオーニャ、ハッピーチです イェーイ このオンライン講座では、皆さんに 岡山の魅力を見て、聞いて、感じ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っています そして、近いうちに本物の岡山を体験しに ぜひ、岡山にお越し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っています 岡山で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どう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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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事不宜遲交給江山的同事 他們會簡單介紹一下岡山這個地方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 接下來我就會和大家介紹江山縣的一些不同的景點 其實江山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 江山縣位於日本的西面 地點在兵庫縣和港島縣的中間 由香港坐直航機大概是三小時零二十分鐘就到了 由江山的淘汰機場 淘汰藍機場就可以去到江山市和倉敷市 有巴士可以直接在那裡 如果坐直航機就非常之方便 如果你由其他地點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到的 譬如由新大阪站 就可以坐新幹線 大概45分鐘 在廣島站35分鐘就可以去到江山縣的了 如果你由東京過去 也可以在雨田空港乘搭國內線 就只需要一個小時零十五分鐘 所以其實坐落在一個中間的地點 四通八達 無論你怎樣去都很方便 讓我簡單去介紹江山 說到江山 大家就一定會想起 這堂圖太郎傳說 就是這個圖太郎 出名的圖太郎的故鄉 在江山機場裡面 都會有圖太郎像放在這裡 而實際上 在這裡 它是在江山站創作的第一個圖太郎像 在2021年5月就放在這裡 除此之外 江山有一件事很有名的 它是陽光很充沛 就叫做晴天之國 正如剛才大家看到 其實江山又會稱為水果王國 因為這裡的土 這裡的香印提子 貓眼提子 還有士多啤里 都是非常有名的 去到江山 尤其是現在夏天 更加可以採摘水果的體驗 現在就讓我去介紹一下這裡的觀光點 在江山市 其實有個地方都很有名的 從這裡開始 我們會看到眼前面 這是一個叫做烏城的江山城 唯一的這個城是烏克式的 其實它現在正在做修復工程 接下來就會用優管 去到今年11月左右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可以走上去 亦都會有很多每一層有不同的介紹 亦都在走到最上的時候 去到天守閣那裡 就可以近距離 去看到一個叫虎的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金色的公仔 其實就可以慢慢地去參觀 去看 然後我就要介紹 就是這個三大名原之一 就是叫做江山後樂園 那這個江山後樂園 其實就是這個日本的三大名原 來到這裡可以看到這個日本的庭園 那也都可以吃到日本的 就是喝一下日本茶 吃一下日本的甜品 那它也都是拿了這個三星級的 這個評價的特別的庭園 那除了天守閣的時候 日本我們也都可以去到夜晚 看到 無論是春季 夏季 和秋季 那其實都會定期去舉辦一個叫幻想的庭園 那又會是另外一個風情 那就會點了燈 那也都會和天守有不同的風情 那你會看到一些賭影 那拍照都是非常之美的 那然後我們就會去到這個倉夫美觀之地區 那這個地方其實來到江山的人都很喜歡 那其實是一個可以遊行地去逛一天的地方 那因為這裡都可以 是拿了這個美其林的二星級的評價 那它有日本的白壁的這個宅底 就是住宅 那麼也都有倉夫村川岩的柳樹 那麼也都會有很多的民居在那裡 那其實呢 也都將這裡改建了呢 就有很多的店舖 那麼你可以在這裡購物 那又或者我有很多一些牙咦咖啡 咖啡室 那麼可以在這裡咱下甜蜜 吃下甜蜜 那麼你在這裡留了一日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去 cannabis 那也都可以在那裡坐一個船仔 可以乘搭小船 可以去到那边当日去预约就可以了 接下来都是属于仓夫时的一部分 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景色 这个叫做拉户大桥 其实就是连接了江山苑 和连接了四国乡村苑的一条桥 是一个世上最大的桥梁 这个吊桥除了可以有车闲之外 其实非常壮观 其实那里有一个展望台 就是叫做宇山展望台 在那里你也可以捕捉到日落的景色 这里也是拿了日本八大夕阳的绝景的美号 在这里还会看到 在左手边你会看到有 人气比加超角色的路卡利奥的垂盖 其实只有这里才可以拍到 所以如果喜欢比加超的人就不要错过了 另外我就要跟大家介绍这个 就是叫做倉布市的一个叫做Jean Street 其实来到江山苑就真的不要错过了 这里是二岛牛仔库大街 除了有很多打卡位 就是可以拍照之外 其实这里就会集中了很多不同的牛仔三富品牌的铺 也都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DIY的东西可以做 或者可以吃一下东西 有蓝色牛仔布的颜色的雪糕 那样 在这里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 所以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 其实你从这个鱼岛站开始 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牛仔布的一些的摆设 一些的摆设 或者一些的布置 所以来到就真的不要错过来到大卡了 接着这里就是叫做玉夜市 来到这里其实都可以试一试 都是在赖户内海的 因为每一天就只可以容许一组人去租用整个岛 那你来到这里就可以拥有了整个岛住一天 那由于疫情 其实都有很多人现在大家都喜欢来到的生活 对不对 所以就更加难遇约的 那你就可以在当中去到这个岛 就是爆了整个岛之后 那你见到好像一个铅鱼那样的 那就可以在当中就会有缩营 那也都可以有消敲 或者也都可以享受一些私人空间 那我们也都可以有船来到去 接你去离开或者去个岛那里玩的 那所以呢 来到这里都不要错过 那是一个很有限的地方来的 那接着来就是要介绍高粮市 大家见到呢 那其实这里很漂亮的 那其实这里呢 就是日本唯一保留着城堡的首位的山城来的 那在这里呢 除了它的云海很出名之外 那你见到在右下角那里有个猫城主 那叫三十浪 那其实呢 它就每天都会指定的时间呢 就会观后大家的 那如果大家上到去观望呢 那定期都会更新的 譬如今天很热那样 那那猫就会躺在这里 那如果大家喜欢猫的猫主呢 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它就会不停地去更新的 它那一天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那这样 那而刚才我提过了 那其实这里出名的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它有云海的 那它的云海中的山 空中山城也是日本里面 是非常之人气的 那最佳的这个参观的季节呢 就是十月底至十二月初的早上 就一早可以来到这里看的 那但是这些都是要看回你当时的天气 那这样 那接下来呢 就要介绍了 那这个叫珍庭市的地方 那其实算山高原这个地方呢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景点 那这里都有一个著名的度假区 那在这里呢 也都会有一个单车径 那大家可以在那里 踩一下单车 享受到自然的乐趣 那由于呢 这个位置其实都会是近北面的 那所以冬天呢 都会有積雪 那在二月呢 都会有一些的制礼 那大家也可以有些滑雪的看 那就是雪的体验 那而在这里呢 其实因为都是高原 那所以那里都会有很多牛奶 或者一些的食品都是出名的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浪费 一些时间在这里可以玩的 那刚才我们说说踩单车了 那其实呢 江山园有八大的单车路线 可以推介给大家的 那大家呢 可以在个QR号里面去搜索 那你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路线 那除了这些主要路线之外呢 那还有30条的小路 那总有一条路呢 都可以适合你的 那也都可以一边去看这个景色 那也都可以一边去踩单车 那样的 好了 讲到去玩之后 那其实我知道香港人呢 今个夏天和春天 大家都很喜欢影花 那其实呢 在这里呢 都是 花都是很出名的 那譬如如果春天呢 就有樱花 那就有津山市的津山城 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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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千棵的櫻花树 那然后呢 那之后 大家在右下角那里 那里呢 那里呢 也都有真庭市的一个 正面迷夜景的 一起去拍的一棵櫻花树 那ism day 那里呢 那里呢 那就是在和 Meer丁里面的 那就是在四月到五月的时间 那就可以看子藤花 那里呢 大家就会看到有粒羹的花田 这里定期都有不同的花 譬如现在是太阳花 6至8月 然后春天就会有油菜花 而在秋天的时候就有波士菊 所以不同的季节里面都会有不同的花 说到花以外 其实我知道香港人都很喜欢去看红叶 其实在这里都有不同的红叶可以看到 譬如在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日本最早期的公立学校 叫做救贤谷学校 也是日本的国宝的建筑物之一 就是一个非常之人气的上红叶的地方 另外就会有这个人气的奥津溪 其实是一个溪流 在这里你就会看到有800米的步行道 就会染上红色和黄金色的溪流 可以慢慢散步 每年都会有红叶制 晚上也会有点灯 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风情 好 接下来我都要介绍一个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其实现在在真庭市那里 就会有叫封丝业 其实就会延伍去粗多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Grenebol Herudet 就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设施 其实这个建筑物最早期就是在东京 程海那边做一个期间限定的展览 然后移私来这里 所以来到江山也不要错过 因为我也知道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欢 另外在刚才那个位置 就有白色的刚才那个 就会有一个新建市 这里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白色的鸟居 其实就会全场有八十六米七十八成的鸟居 所以如果喜欢打卡的朋友 那都不要错过 其实来到这里 你会看到远距离 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白鸟居 那都是拍照非常之靓的 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刚好在这个季节了 那我也记得 我都曾经在夏天的时候 有机会去做这个体验的 那其实在六月至八月呢 那我们就会有 可以有这个采摘水果的体验 那就譬如有土 那其实不同的时候呢 就会有不同的土的品种 那都视乎你在哪个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的土 你都可以采摘的 那你走到那个田园呢 那你就会闻到很香很清香的一些的土味 那又或者你说 我喜欢吃提子的 那这样 那其实江山的提子 都是非常之出名的 那这个Maskat Grape 那就是九月至十月 那就是一个秋天的活动来的 那大家呢 都可以配合大家不同的时间 那就可以 有一些的采摘体验的 那刚才呢 我们有介绍一个地方的 那就是 那其实都有江山城 那就是在刚才厚乐园的附近 那里有一些的独木舟的体验 那你就可以面对着屋城 那可以有一些的游览船可以坐 那另外呢 那你也都会见到 有些土型的船仔的 那也都有一些白色的 雀仔鸟形的船 那来到江山 那我觉得就不要错过 坐这个土型的船了 那呢 那在2022年的三月尾开始 那也都会有一个叫做江山沃川游览船 那就可以沿着旭村呢 可以去看这个江山城 可以去欣赏这个风景 那另外一个体验 我觉得都不要错过的 那就是刚才呢 我们就有提过去仓夫 那其实在那里 除了可以坐下小船之外 那有一个特色 大家就真的只有江山才有的 那刚才介绍过江山呢 那就著名是牛仔衫 牛仔布 Gene Street 那其实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这里就可以租一些 叫做牛仔布的和服 那 那如果大家来到这里呢 那其实都可以是 就是花多些时间 有不同的体验去逛街之外 也都可以穿着日本和服 就是牛仔布的和服 在这里慢慢去逛街 因为都是只有江山独有的 那其实呢 那香港人都很喜欢牛仔衫 那其实来到这一道呢 刚才介绍的宜岛里面 都有另外一款体验的 就是呢 你可以DIY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牛仔布 那就是Better Smith那里 那其实它有得可以自己 选一些的不同的楼 那或者选择不同的皮的内容 那就装造一个 那就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牛仔布 那在这里其实还有 寓室啊 那所以其实你可以 花点时间 那它了解到底 牛仔布的历史啊 那它都有很多很 详细的介绍 那样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 另外一个地方了 那就是 就是去到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我们另一个地方 那就是做一些的掩饰的地方了 那是属于高梁市的 那就叫做 吹屋古香村的体验 那在这条 这个村里面 那全部都是一些 红色的专场 那其实里面 都有一些的小捕 可以慢慢走 那大家呢 可以将一些的 就是手跟仔啊 袋啊 那可以用一些叫 曼加拉掩饰的体验 那可以做一些的手信呢 去送给朋友 那也是属于 你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 创作来的 那接下来呢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 都是另外一个体验来的 那我们就 在江山里面 都有一个很出名 在山上 叫做 招财猫的美术馆 那在里面呢 就放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招财猫 那呢 它呢 就会 你可以在那里 做一个白色的猫猫啦 那然后 去做一些的设计 去自己去创作 一些的招财猫 那样 那里呢 就有整 800只的招财猫 那 也都可以 就是 慢慢去享受 去数一下猫仔 去看一下一些不同的东西 那又或者 那你见到 除了 就是做招财猫之外 那其实还有一个体验 都好玩的哦 那我猜 香港人很多人都喜欢吃寿司的嘛 是不是 那你也都可以呢 去做一些自己 去做一些的握寿司 那那间店都在 叫做 喜怒哀乐 那其实都可以 做一个享受 那做完之后 就自己吃回 那样 那其实呢 我相信 香港人就去到哪里 去到日本就一定 不少得的就是吃 那在江山呢 也有很多属于 它很特色的食品 那刚才我们提过 这个赖湖内海 那其实它的鱼类 都是很出名的 那所以呢 那我们就会有一 叫江山的习近寿司 那里面就会有 不同的海产 那就跟回一些 士林的东西呢 就可以在那里吃了 那另外呢 那其实江山豪 都出名的哦 那其实呢 它就会用一些蚝去做一些 蚝微烧 那其实呢 它就属于呢 避前市 这个日生的 香肚料理来的哦 那所以去到那边呢 都可以试一个 就是蚝的煎饼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那吃和牛 就相信是 香港人的共同目标 那而在这里呢 那就有一个 非常之 特别的牛 叫千屋猴 那它呢 就是非常之 优秀的黑毛和牛 那因为呢 它呢 雪花就很小 那也有花纹的降伤 那它的柔软度和肉质 都是非常之美味的哦 那也是呢 一个很难得 很稀有的品种 可以在这里吃的哦 那所以来到江山都 不要错过这几样东西了 那另外呢 都还有其他的美食 譬如我们有 江山牛肉的醬汁的 这个炸豬八丹 那样 又或者刚才我们说 踩丹铁的蒜山 那里也都有一些炒面 又或者在银山那里 那里我们都会有一些 牛腸炒糊 那就算刚才看花的地方呢 我们都有粒干的拉面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 就是去过不同的地方呢 都可以去品尝不同的美食 那样的 去到不同区 那如果来到江山 我觉得有一样东西 你真的不要错过的 那其实呢 我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觉得 吃水果都可以吃饱 那我就真的试过呢 在江山 那就 就沿途呢 不停吃他们的 不同的甜品 因为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甜品 那里面呢 都是用一些 时令的水果 去做一些 巴菲 那 那就去不同的店铺去吃 那最后呢 其实只是吃水果 都饱了 那其实他们呢 每年都会有一个叫做 Altunan Tea 的一些 program的 那就会 这餐厅去参加的 那其实你在江山 网里面 你都可以找到 那比如哪些店铺 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Altunan Tea 那你可以吃到不同的 生果 不同的组合 那样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觉得去到江山 都真的要捧着肚子 回来的 那除了说 除了吃之外 那我觉得 就是 就是 讲到旅行 那其实 也都更加 不可以错过 就是 就是住宿 那其实住宿里面呢 都有一样 很重要的元素 我相信呢 香港人呢 现在越讲 就越新行的了 开始 那因为呢 住宿里面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 去浸温泉 那在江山里面呢 就有三个温泉 是很出名的 那我们就简称 叫美作三汤 那其实呢 就会是 就是 譬如美作市 就有一个叫做 湯香温泉 那 那然后真庭市 就有一个湯圆温泉 那 而镜野丁那里呢 就有一个叫做 澳津温泉 那这三个温泉 那这三个温泉 都是很出名的 那譬如来到这个 那这个 湯香温泉 这个地方 那其实呢 它就可以 就是用来美肤的 美肤就是皮肤漂亮的意思 那它就有千年的历史 那在那里呢 也都会有一些的 可以浸脚啊 或者有一些日归的 就是温泉的设施 它有湯香老温泉 那样 那所以呢 其实来到这里呢 都可以呢 浸完 浸完 其实皮肤都会很漂亮的 那跟着下来呢 那这个也是一个 很特别的温泉 那这个呢 就叫做 湯圆温泉 那是一个 露天温泉 因为它的检性 非常高 那它 那它 也是对皮肤好 它在这个泉底里面 会涌出了一些 露天风雨 那就可以 冬天都可以浸过 那里 那20小时 就无料开放的 那 那 里面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温泉 那所以 也都会有一些 也都会有一些 就是男女大家都可以在那里 就温泉 那样的 那跟着这个呢 就会叫做 这个奥津温泉 那你见到它们 有一些洗衣截 那样的 那这些是制例 那所以你见到那些人 好像有洗衣 那样的 那其实是一个制例 那其实这里呢 也都是一个美人之汤 那是非常之日气 那它周围的环境呢 也有很多的山和溪去围绕的 那它刚才说的制例呢 就 也都会是 就是在3月至12月初呢 就 星期日的 那这些 就会是 为了观光 去表演的 那大家千万不要 拿来这里 去洗衣 那是一个表演 那这样 那其实呢 呢 近年香港都很流行 这个奥津温泉 那其实在江山 如果你有留意我们的官网 那其实我们都定期去介绍 很多奥津温泉的地方的 那在这里也都有 譬如有经历 就不用带 自己不用带配套 那就可以去到那边呢 就可以享受这个露营的乐趣 也都可以在那里有住宿 那其实我们这段时间都介绍 在那里有不同的一些的 温泉的地方 那其实都真的值得 可以慢慢在那里享受 然后看这个 就是星空那样 那就非常之美的了 那其实呢 江山有很多地方是要介绍 都介绍不完的 那但是呢 如果大家有时间 就可以即管去like 我们的Facebook 那我们的水果之乡江山 就定期都会有不同的 一些的旅游景点去介绍给大家的 那大家呢 都可以留意我们的官网 可以留意 有些指令的东西去介绍给大家 那都多谢大家 听我刚才的介绍 那都将时间交给Kara先生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现在又到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子了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食物了 那这次呢 我们就亲身去到江山了 那去江山哪里呢 那我们有请江山元立大学的同学 那他们就会一番年轻人 带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江山是怎么样了 那我们在岡山大学的大家 请多多谢 是香港,我們在OKAYAMA,JAPAN 今天我們會展示了一個日本的藝術館 我們是學生的學生在OKAYAMA 學生的學生 especially tourism in Okayama We are now working with the profession government of Okayama Today the program is hosted by the profession government of Okayama We are here to support your online tour experience using Zoom and iPad So just relax and enjoy the tour OK let's get started and today I'm here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beautifulые of the Okayama Important Garden This renaulted place was constructed more than 300 years ago by the local feudal lord and it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three great gardens of japan Now you can see the house with a green land, the wide central park, beyond them the pine grove is a big temple and shinto shrine finally the life parties and the tea plantations which remind us the original countryside image of the garden Any of the house i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building in Okayama Korean garden It was used as the place to receive the daimyo every time he left his marina in the castle sitter to visit the garden an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such a immigrant and highly sophisticated construction methods Next is Syed Hey 等我來到了翻譯先啦 Hello大家好、我現在身處在日本江山縣 大家見到要在夜中一時間在這麼藍天的地方 我會帶你去參觀一個很美好的日本亭院 厚樂園 我們是來自江山縣立大學的學生 亦是Ogayama Outreach的成员 这是一个学生自主实践 为本的一个学习计划 目的就是为当地的社区 带来推动区域的发展 尤其是江山的旅游园 我们今次和江山院政府 一起合作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机会 来到轻松的去享受 这个线上的旅游体验 我为大家介绍江山后乐园的 魅力的地方 它是有300年前的历史 就由江山的繁主去建造 也是日本三大名园之一 你会看到在燃养亭里面 有很多的绿草 也会看到有这个松书 里面也会有一些佛教的寺院和神社 也会看到稻田和田园 就会不禁令别人去想起它的乡村风茂 江山后乐园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物 因为以前用来招待大名繁主的地方 所以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物 来的帮 好了 接着时间就交给沙耶 你好 你好 嗨,我的名字是沙耶,我很高興见你。我会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五十三次腰掛起来的房子是一种的座椅。 它映了最终的19世纪, 它是一种新的房子的康楽園。 看这个窗户。 通过这个窗户的窗户, 你能够认识到这个座椅和岡山的座椅。 是,你好,我叫沙耶,很高興和大家见面。 我为你介绍这个区域是五十三次腰掛茶屋, 在后乐园的长凳那里。 这是19世纪里建成的, 后乐园是其中一个最新的建筑物。 你从这个窗户出去, 就会看到革仔丝大窗, 可以看到庭园和江山城的景色。 这里的色帝, 在这里就是… 看不见,真的很好阳光啊! 現在你會看到綠色的草坪 寬佛的中央池頭上有三個島嶼 再遠一點裡面還有一個松書 裡面有一個佛教寺廟和一個神社 開啟多了 Here's a question. Please look at that island. You can see the balcony with roof stick out to the lake. What is that place for? 好了,我給大家一個問題,大家看去很遠很遠的島,你會看到一個凸出來的湖裡面有一個露台 到底它是用來做什麼的?開啟多了 A. To dance B. To fish C. To feed animals in the pond A. 去跳舞 B. 去釣魚 C. 去餵它湖裡面去吃東西的動物 A. To do. To do. A. The answer is B. That island has a place to fish and it's called Tsurido no. 正確答案是B. 在島上有一個專給人釣魚的地方叫做 Tsurido no. 就是用來釣魚的地方來的吧 A. To do. A. To do. A. Finally, the rice parties and tea plantations, which remind us the original countryside styles, images of the garden. A. And they are still used nowadays. The rice planted in June and harvested in autumn. The rice planted in 我介紹這個地方給大家 大家聯想在田園的風光 有稻田和茶園 來到這裡他們都在用 他們就會在6月播種秋天收成的米 他們所種的米就是一個叫糯米 可以做一個日本傳統的點心 甜點糯米池 連茶園都在用 就會生產一些叫做綠茶和黑茶 我們接下來會將時間交給安先生 多謝大家聽 多謝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恩社會,從馬來西亞 我學了藝術設計畫 在沃加尼馬県大學 所以坦白說,我不太熟悉 但希望我們可以享受這間餐廳的美麗 所以我現在在這間餐廳 摘刻廣場 在樓梅大廣場 這間餐廣場 就在 Communist屋兼序 這種極度的表現 因為它們有美麗 非常濃清 這間餐廳 It is very refreshing. Using the pillars and beams of the building as frames, you can enjoy the outer landscape as a beautiful painting and the colors change with scissors. It is really a marvelous place. Now we are climbing up this panty stone staircase remarking a mountain path. In summer,it is full of beautiful breeze. Here we go from the record of the passage. 都好! 我是自于ギリッシュ Россию, 我在冠山原来大学修讀視角设计 I don't know her history. I hope I can take you through this beautiful view of the city of 庭園. I'm here in the original theatre. It is to use many people to use the time-to- Reno Valley and-mortem landscapes and make it easy to enjoy the street. 而这个楼店是其中之一,这座建筑网上很简陋确实, 但其实它的木工是非常精致和独特的, 地上正中央还会有流水穿过,带别人耳目一身的感觉, 只要将这里的枝柱和横梁当成一个画框, 你就可以看一幅很漂亮的画去欣赏外面的景色, 而且景色是会随着季节而变化的,所以这里真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来的, 那我们现在爬上去的这条梯就是一条模仿山路的整纹石梯, 在夏天的时候还会充满留意的, 嗨,多谢! Finally, we are on the top of the artificial hill, known as Yuxinzan, in the very center of the garden. I think here is the best photography spot in Karakuen, as we can admire the panoramic view of the whole garden, and as you can see, the ground is completely flat and covered by lawns, which are very rare in Japanese garden. 好,那我们现在终于到了维心山的山顶了, 那这座人工山丘是位于整个庭院的正中心的, 那我就觉得这里是整个庭院最好的一个影响位, 因为可以欣赏到整个庭院的全景的, 那如你所见,其实这里的地面是几乎完全平的, 而且都是被草地所覆盖, 那是在日本庭院之中非常之罕见的, 嗨,多谢! 我预备了一个小测试给大家, 在后来园里面,自养了哪一种雀鳥呢? 嗨,多谢! A. 猫鳥 B. 猫鳥 A. 猫鳥 B. 猫鳥 C. 猫鳥 A. 猫鳥 C. 猫鳥 C. 猫鳥 Hai 多谢! 好,那定格答案是B 那其實鶴在中國文化裡面有長壽和財富等等美好語意 而在日本文化裡面鶴也是吉祥的象徴 自江湖時代開始後樂園裡面已經養了鶴 那現在這裡一共有八隻鶴養了在龍裡面 他們每逢新年都可以出龍自由活動 所以這給我完結了, next is Ibuki 好 接下來的時間就會交給松野先生 跟他們介紹另一個景點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Ibuki Matsuno. Please call me Ibuki. Ranchcanless House is one of the oldest buildings of Korrake and the fields that survived and the wars and the typhoon and the war. Next to Lanchcanless House, there is a little shopping area. The garden visitors enjoy matcha tea and sweets in the shop. This is the Kibidango. Kibidango is one of the typical Okayama sweets. And the tea leaves are glowing in Korrake. You can enjoy tea time and you can see beautiful landscape and how about tea time? Let's talk about this one. 廉仕軒是後來園中其中一座最古老的建築物 也是少數逃過颱風和戰火的建築物之一 廉仕軒的旁邊有一個小型的購物區 遊客可以享用抹茶和食點心 其實後來園自己有種不同的茶葉 也有鼠豚子具代表性的干山美食可以吃到 它是一種小小粒又甜甜的的糰子 日本茶跟薯糰子是一個絕佳的配搭 在這裡你就可以一路看景、一路品茶和去吃薯糰子 多了 Here is a question. Kibidango is appearing in the Japanese tale, Momotaro. The story is what the young hero fights demon with animal's friends. What is the main role of Kibidango in the Japanese tale? 好,那我現在就考考你們一條問題 薯糰子在日本的民間故事裡面出現過 那我故事就是講一個關於一個叫逃太郎的少年 他就跟他的動物朋友合力將惡鬼打敗 請問薯糰子在這個故事裡面擔當一個什麼角色呢? Hi, dojo. A. The energy for battle. B. The balance of team. C. The weapon to throw. A. 提供戰鬥力. B. 建立團隊的凝聚力. C. 用來做投擲武器. Hi, dojo. The answer is B. The young hero Momotaro Be friends. I must be sharing the Kibidango. You did it? Okay, good job. Let's move on next. This is much tea and Kibidango. Let's be having tea time. Itadakimasu. Alright, thank you. 歡迎來到江山縣品嘗這句書片子 好 大家就歡迎來到江山縣品嘗這句書片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來聊天 謝謝 剛才我們很開心 有江山縣立大學的朋友帶我們去江山的學學院 他們分了不同的地方帶我們去看 不如我們留到最後的環節 現在我們去到Q&A的環節 我相信大家今天都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不如我現在有時間交給Samatha 看看今天的Q&A的問題是什麼 Samatha,謝謝 當我們問問題之前 我要介紹大家要準備好 我們有很多禮物會送給大家 我們剛才介紹有牛仔布 我們有牛仔布的袋子 有不同的袋子可以送給大家 有時購、有稅戶 還有剛才我們介紹的烏城的袋子 這些就是我們總共有兩份的 當我發問的時候 大家要在這個答案裡面 大家要打出來 我們以答中了最快的兩個為準 是的 還有當大家答了之後 我們叫了名字或者是得獎者 請你們留下你們的聯絡號碼 在我們裡面 讓我們可以稍後聯絡你們得獎 大家準備好沒有 準備好我就發問了 準備好我就發問了 由香港坐直航機抵達江山縣的機場 叫什麼名字 請聽著答案有幾個 請你打正確的答案文字 到我們的聊天室 準備好沒有 預備 第一個是 A是江山呈太郎空港 第二 江山呈太郎空港 第二 江山呈太郎空港 江山呈太郎空港 第三 第四 江山呈太郎空港 要打完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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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錯字都不行 是全文字 是的 如果打錯字都沒有 打全文字 要全文字 以全文字為準 全文字為準 就因為太容易了 所以全文字為準 是不是已經中了 已經有兩位人士中了 應該 是 止止了 有兩位 看有沒有打錯字 那我們麻煩 請問 公布答案 因為我們都真的希望把這個禮品送給你的 準備好沒有 什麼法? 公布答案 對 顧著 顧著 說不說什麼 原來有答案的 就是淘太郎 就是淘太郎 我們江山淘太郎空港 就是這一隻 所以剛才我們就是四的 就是江山淘太郎空港 我們的遊戲就到這裡為止了 是的 得獎者就是 美顧米和安子 這兩位人士 麻煩你們 直接留私聊一下 你們不要把你的電話 公開給所有人 你們把你的電話號碼 直接在 private message 送回去 我們可以幫你們 連絡到他們 好 你直接送給Samantha 可以的 你最好直接送給她 所以 所以 今天我們就好多謝 江山原觀光課 好多謝江山原立大學 也好多謝 Campus Camantha Oshika-san等等 就幫我們安排了 今天這個 好有趣的江山 的一個virtual tour 今天說 岡山県観光課 大家 謝謝 岡山県立大學 也好多謝 岡山県立大學 也好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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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在江山原 就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不如我們最後 我們拍一張合照 為了紀念我們今天這麼開心 和不同地方的人士 就開始參加了這個觀光 要方便的人 就大家開個鏡頭 大家正確 也好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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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參加江山的觀光 人士 希望大家有機會 在岡山 甚至在岡山県立大學 今天幫了我們 帶領了我們去看江山的同學 甚至觀光課的大家 去打聲招呼 和見面 也好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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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們下次再在 Virtual Tour裡再見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